你不能跟王的命令 这是我们的论 前逍纳吉之前就声称 第16院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之前特赦他的时候 除了刑期减半 还有罚款减低之外 其实也包括了允许他 以居家居留的方式 来服完剩下的6年刑期 那么纳吉的代表律师莎菲 今天就证实了 高婷会在6月5号裁决 是否针对纳吉的居家居留司法检讨申请 来发出准令 沙菲也说确实有关键人士 证实这项附加预令的存在 但是他不能够公开 这一号关键人物的名字 我没有发现任何事 我没有发现任何事 而是否针对纳吉的代表 你不能够拥有关键人物的 你不能够拥有关键人物的 他肯定是看到了 但它是透明的规划 但是它是透明的规划 不? 对 如果您想刷入它 您可以取出它的规划 因为阅宏提供的覆 它被刨 如果您有它在一种规划的话 您可以取出它的规划 它不是一种规划 您可以登上它作为一位的投入公民 不,您可以 因为它已经被刨破了 他们只是预划 它不能被刨破 我只能告诉您 所以您能有小识 所以你提出的更多也就像是你提出更多还是你提出更多的 更多的更多是呢 你看它根本来有严重的更多光是你自己的夫人来提出更多的更多 你不早上吧 有些人自己的母人都在提出更多的更多的更多是他们也不提出更多的更多的更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